Lambus 听起来就很神秘的食物 在魔界里被称作精灵饼干 据说它不仅好吃 而且还 Lambus其实就是一块饱腹感十足的饼干 那这个饱腹感就来源于车前子壳 每个单位的车前子壳就含有86%的膳食纤维 因为它的吸水性非常强 所以饱腹感十足 在魔界二里 Sam和Floodal再去往末日山脉的路上 就是用它来饱腹的 但是肉丸以咕噜可不爱吃 那说来说去就是个饼干嘛 那做饼干还不简单 软化黄油加糖粉搅拌顺滑后 将一个鸡蛋搅散 分次倒入黄油壶中 用打蛋器搅拌30秒至发白状态 重复三次 搅拌均匀即可 再删入低筋面粉和车前子粉 用刮刀翻拌均匀 削一个柠檬皮屑 成团后可以借助手的力量继续揉捏 放在烘焙垫上第一次整形 没有加工过的面团内部会比较粗糙 所以需要参加小羊培训班调教一下 调教后的对比很明显了吧 继续把刚才的面团擀成长方形 大约高度在两厘米左右即可 修饰一下边边角角 对半分成长方形 再压出对角线 乘一个X4形 最后用保鲜膜盖起来冷冻30分钟 放入烤盘上 预热烤箱至170度 170度烤至25分钟 饼干表面上色即可出炉 因为加了柠檬皮 味道很清香 看起来好像平平无奇的饼干 味道也是平平无奇 不过在现实中靠它在路上冲击 倒也蛮可行的 整体的口感偏扎实 但又能吃到黄油的香味 整体还算没有踩雷 毕竟精灵王子推荐的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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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